大家好,歡迎來到我們日更頻道,看到個大陸新聞,說有個女生當年嫌棄男朋友窮然後堅持分手,6年後她回到鄉下,見到前男友家中發現她已經結婚,而且有車有樓, 她說這間屋,終於是全村最大那間,看看這個新聞說些什麼,根據搜狐網的報導指出,有一個安徽的女人回到鄉下找朋友,途中經過自己初戀前男朋友的家,發現原本很熟悉的地方竟然建了一棟很氣派的樓,前男友原本是全村最爛的屋, 一早就不見了,那個女生見到朋友之後就問一下她,然後她就把她前男友的東西全部告訴她,原來前男朋友已經結婚生子了, 不單止在一條村上建了一間全村最大的屋給父母住,亦都在城市買車買樓,老婆還幾美, 那女人事後發問,她回憶就說自己和前男朋友是大家的初戀,雙方一直聊到談婚論嫁, 女方家人竟然嫌棄男朋友太窮,所以就一直拒絕同意女兒的婚事,甚至後來講到禮金的時候, 女方家人提出的聘金,她前男朋友是無辦法抽到出來的,最後女人就在家人的要求之下刪除了, 和前男朋友的聯絡方式大家斷絕來往,而男人知道自己被女朋友封鎖之後,就即時什麼都不說, 選擇入省打工努力賺錢,想不到六年後直接大反轉,而這個女人到現在為止還是單身狀態, 而她前男朋友就在打工的時候認識到現在的老婆,兩個人一齊發展,再加上前男朋友的兩個親兄弟就提議一齊合夥做生意, 就是這樣反轉了全家人的生活水準,男朋友或者另一半其實應該是要自己選的, 有時候那些所謂長輩幫你選未必最好,她不知實際你想要些什麼,有時候可能你自己選的才最好, 正所謂死要死在自己手上,好像她這個情況一樣,沒有堅持到,結果男朋友就發了打, 可能她現在都非常之後悔了,不過很多事,沒得慢的,不是那個時間點,你錯過了就錯過了, 幾喜歡有時候都未必可以在一起的,好啦那今集跟大家看到這裏先啦,大家有什麼想說,下面留言咯,我們下集再見咯,拜拜!